提高成绩的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而如何能让学生爱上学习 则是老师和家长都很头疼的问题 中小学生作文我的偶像走红 暴露出教育领域的短板 中小学生追星的问题已经不是新鲜事 从学生的作文里就可见一般 看到我的偶像这篇命题作文 大家首先想到的都是娱乐圈的明星 肖战 迪丽热巴 TFBOYS等应接不暇 相比之下写航天元 科学家 作家诗人的却寥寥无几 学生写的真情实感 老师也不好意思打击学生的积极性 只能适当提醒大家 在中考高考这样的场合 写作文尽量避免写明星 以免乐卷老师给出低分 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 错的不是学生 而是当下的教育方式 若老师和家长不把硬式教育放在首位 平时多引导学生补充课外知识 社会各界多宣传北大为神这样的人物 少让流量明星占用公共资源 学生自然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也是当下教育目标单一带来的弊端 更加彰显素质教育的必要性 学习资料里出现明星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从兴趣出发才能让学生主动学习 真正发挥出教育的实际意义 教育方法也应该与时俱进 不能一成不变 只要能给学生带来正能量 都可以不妨一事 论社会贡献和能力大小 娱乐明星确实不如科学家更值得学生学习 学生的课本和试题中还是要以正能量人物为主 让学生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 也能受到德育教育的熏陶 一部分勤奋刻苦的明星 对于青春期的学生而言 确实也能起到正向引导的作用 没必要因为行业原因而一刀切 只不过老师和家长更应该在日常学习生活中 引导学生多看有意义的课外书 多参加课外活动 不要整天窝在家里 今日话题大家如何看待明星 频繁出现在学习资料上的现象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